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 今天我讲一点的是透视 透视是绘画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先看这张图 一个窗,一个桌子,后面有一个柜子 什么叫透视呢?英文叫perspective 简单来讲就是视野 就是从两D的一个平面 要变成绘画呢,体现出3D的感觉 就是空间感 就这张图来看呢,我简单讲一下 这个窗,你这个站的角度呢,这个人呢 这张照片拍下来呢,应该是偏左一点的 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窗来看呢,它就形成这样两条线 就是这个窗框跟这个窗框呢,这个上面斜下来 这个也是斜下来 但是这个角度比上面这个要小一点 这两条线最终会形成一个消失点 就是这个两个点 这两条线呢,最终会汇集到一个点 叫消失点 这个两条线 这个两个,这个窗框是垂直的90度 而这张桌子,站在这个位置呢 你看,你看这个地方大一点 你看看到的面积大一点 这个小一点 所以呢,这条线上去 几乎是水质 但是这条线就斜了 而这条线上去 到这条线,最终也会汇集到一个点 这是消失点 后面这张柜子 这条线基本上是水平的 但是由于视野的不同 就是看的人呢,看过去呢 是这个角度看过去呢 是这里大一点 这个小一点 所以呢 这条线和下面这条线 汇集到一点 上面这个桌子 这个柜子的顶部 这条线 稍微有点斜 最终汇集到一点 所有这个 汇集到的一点 是在同一点 当然这一点是在 画面之外了 这就是一个 透视的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最终要消失在一个点上 那么具体看画 这个斜度和下面这个斜度 最终会汇集到一点 这条马路 这条斜线人行道和这条人行道 由于视野的不同 站的位置都不一样 所以呢 它的两个角度呢 是不一样的 我说的角度就是这个角 如果这一条随之的线的话 这个角度 和这一条随之线的话 这个角度 当然这个是大 但是最终这两条线 会汇集到一点 和上面这个墙 这个斜线 斜下来 也是汇集到这一点 和上面的墙 也是汇集到这一点 这也是一样 屋顶 斜下来 汇集到 在画面之外的一点 这个呢 比较简单一点了 就是 因为视野的不同 角度的不同 这个大厦的 屋顶是斜的 斜下来的 最后会汇集到一点 和这个 黄埔江的水面平的 会汇集到一点 那么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人行道 稍微有点斜 这个线 每一条线 是稍微有一两度的斜度 不是完全水平 为什么 因为 第一 是视野的角度不一样 第二 这个是要表现出 这是 其实是一个 桥的 起步的地方 这开始朝左面呢 它是一个桥 要上去的 所以它这个呢 就有一点点斜 要把这个感觉画出来 这一张就是服饰了 你看这个船 前面大的 后面小的 船顶看得见 那么这条线 和这个 当然这个是一个外形了 但是下面你可以想象有条线 最终也会集到一个点 上面 屋顶 和下面 会集到一个点 好 就简单剪到这里 谢谢 热炉